大家好,我是EngageAdeny 这一次就跟大家来到这两部 Xperia Mini和Xperia Mini Pro 和上一搭的X10 Mini和X10 Mini Pro来比较的话 两部手机的荧幕都升级为3寸的HPGA的解像 而且Xperia Mini Pro在机面的位置加上了一个前置的镜头 在机面的地方两部手机都有三个按键 但是就只有中间的主页按键是实体的按键 其他两个都是触控的 在机背,两部手机都有一个500万像素的镜头和LED补光灯 扬声器分别就在机顶和机底的地方 在机底的部分,Xperia Mini Pro就只有一个挂心孔 但是Xperia Mini就有一个有盖子的Micro USB挂心孔和3.5mm 相对来说,Xperia Mini Pro的这些配置都在机顶 3.5mm,第二个麦克风,一个有盖子的Micro USB 虽然这个盖子有一点难开 还有电源的按键 而Xperia Mini就只有第二个麦克风 LED的提示灯和电源按键 在机身的右手边,两部手机都有音量按键和相机的快门按键 在按键的感觉来说,Xperia Mini凸起的感觉比较好 相对来说,Xperia Mini Pro的感觉就比较扁平,比较难摸到 在快门键方面,Xperia Mini Pro的快门按键的段落感比较强,但是有点硬 相对来说,Xperia Mini的段落感就不太好 比较有点像一些DSR的感觉 按第一端的感觉不明显,但是按第二端的感觉就很好 而且也没有Xperia Mini Pro那么硬 然后我们可以看看Xperia Mini Pro的键盘 这个键盘和上一代Xperia X10 Mini Pro的键盘一样 按键的感觉有点硬,但是风格的感觉很好 而且方向的按键也补回了四个按键 和上一代一样的一个小小的缺点是 在符号方面,这个键盘并不是很足够 一定要靠左下的这个SIMBLE按键来补足 但是如果自己装了一些第三方的输入法的话 这个SIMBLE的按键就不能够使用 要输入一些特殊的符号的时候 就是需要把键盘关下来 然后再开启触碰的键盘去再输入 有点不方便 打开后面的盖子,我们可以找到 两部手机都有一块1200mAh的电池 而手机的记忆卡分别就在Xperia Mini的机底部分 和Xperia Mini Pro的机顶的部分 而且这一代的Xperia Mini终于都可以更换电池了 在Xperia Mini Pro 在Xperia Mini Pro 在Xperia Mini Pr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